大家好,我是三喵鞋小尾巴上个 是不是最近啊 你们也知道我这人啊 喜欢的那个静态模型啊 你看我背后都是这些 所以我加了不少的这个静态模型的群 哎,那么静态模型的群里面 很多事情真的是一言难尽 因为喜欢这些东西的 你可以管它两个字嘛 叫军迷对吧 那么军迷们嘛 那你可以想想 在简中网络里面 那么军迷对于这个乌克兰俄罗斯 战争会是一种什么态度 十个里面可能有九个 都是支持俄罗斯的 所以你会在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那种 哎,我就不想说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反人类 甚至特别特别丢智商的一些评论 这不最近有人在说啊 说,嗨,乌克兰不行了 他们的海马斯都被俄国人打掉了 不然的话你怎么解释 这个最近新闻里面 就没有海老师发威的这个视频呢 就没有海老师发威这样的一些新闻呢 哎呀,我当时懒得回复他 您知道吗 这个是不是最近吗 俄国一个诗啊 他在这个集合地等了两个小时 是埃哈迈多夫 那么等了两个小时 等来的呢 不是诗长的点名 而是 海老师亲切的问候啊 那么这个问候啊 据说啊 当时打死了100名士兵 然后那个打伤的士兵 几百人 至少打死100名士兵啊 你要知道海马斯 现在他打这个软目标 也就是没有装甲的目标 他用的是那种凌空爆炸的那种弹药啊 他那个弹药里面装有18万颗乌钢珠 那这个东西爆炸之后 您想想这个威力能有多大 当然有人会说不够啊 这这这这怎么才 才杀掉100名俄国士兵啊 那我想说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对吧 海马斯这个战国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最近海马斯也是一直一直活跃在前线啊 而俄罗斯声称击杀的海马斯 没有一个有任何的这个视频佐证 那么目前为止 俄罗斯能拿出来的 关于海马斯的所有的东西 只有海马斯的那个碎蛋片 啊 对了 还有从罗戈金公共的下体那边 取出来的凯撒的碎蛋片啊 That's all 就这样的一些东西了 你要说这个东西啊 战争都已经打到现在了 俄罗斯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 你像那个2023年新年的时候啊 这俄罗斯的一些新兵 在哪个地方去那个什么 去集会啊 然后当地就侦测到大量的二级信号 这二级信号啊 你想想是怎么回事 俄战区那么多二级信号 那么大概是俄罗斯的新兵吧 对不对 然后海老师就点了一次名 然后后果就非常非常的可怕 到了前线啊 无线电通信纪律是一定要讲究的 这个你就不说历史了 就我有一些朋友啊 他们是有他们的朋友在乌克兰做义工 比如说柯毅同学 他现在在那个赫尔松 他就说在前线到前线啊 包括你到赫尔松 赫尔松这个城市 现在每天还被俄国炮击着啊 俄国多么的禽兽 对不对 那么到这个城市 你要关闭手机 避免被俄国人去侦测到信号 到这个地步啊 那么很多很多乌克兰那边的人 是非常非常自觉的会去这么做 那么俄国啊 你现在连乌克兰的平民都已经这么做 那么俄国到现在还是不长见识啊 那么你要说起来 俄国这次集合啊 他的这个驯化啊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手机信号泄露吗 还是什么啊 你看到这个流传出来的细节啊 新兵在那儿两个小时 对不对 我觉得你就算不是手机信号泄露 这个边上有线人什么的 您要知道啊 很多人在以俄传俄说什么啊 这个乌克兰的东部 这个南部 俄语区的这些人相当轻额 这个俄国坦克一过来 哎呦 老百姓单次胡将以迎王室 恨不得举着小尾巴来迎接俄国的这个坦克车 结果迎来的就是小尾巴呼一爪子 对不对 这个当地的这些民众 对俄国人是非常非常刻骨仇恨 宛如小尾巴仇 好吧 宛如小尾巴仇恨 他的仇人一样 就这个样子 所以说当地的很多人是给乌克兰当线人的 两个小时 海马斯从进入阵地到发射再退回来啊 几分钟就够了啊 对吧 这意味着什么 对不对 而最意外的是这两个小时师长都没有现身 那么到后来新兵迎来了海马斯的炮火 所以啊 这个事情也不单是这个 我们说这个无线电通信纪律的问题啊 对吧 这个这个历史上的事情已经很多了 而且苏联也吃过这个亏的 1944年的时候 苏联在梅梅尔这个前线啊 就是挨着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普鲁士 这个地方前线的时候 想要在火线举行授勋仪式啊 结果呢 这个无线电文被德国人听到了 于是呢 这个德国人刚刚撤出那个地方 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于是德国人出动了这玩意儿 对吧 野风150毫米榴弹炮 那么出动了三十门这样的东西 美门炮发射五枚炮弹 因为这个苏联的电文里面已经写清楚了 在哪受勋 时间 德国人这种地方很熟悉啊 美门炮五枚炮弹 急速射 然后迅速转移阵地 那么当场在场的三百多个人就活下来五个 然后死了包括两位少将啊 一大堆校级警官等等的 你要说这种苏联 俄国这种不重视无线电通信 这种事情是一以贯之啊 你包括后来在阿富汗 在车臣 这样的事情很多 但是今天啊 讲的这件事情 不光是无线电的问题 你可以认为是四个字 形式主义 你说这个啊 对吧 你说这个阿哈迈多夫 好大的官威啊 如果您对于一直这个俄乌战争 有印象的话 您会知道这个人什么 就是去年在那个胡罗达尔 让那个俄国的坦克 一路纵的往前进 叫乌克兰整个旅团灭的 那位阿哈迈多夫 就他 你说这个人怎么就当上了将军呢 对不对 这个人怎么恬不知耻的去训话了吗 这不就是形式主义吗 这跟某些地方 你说让领导先走 有什么区别 讲到这里啊 有人给我抬个 说这个纯粹是这个乌克兰太狡猾 士兵在那里等领导两个小时 完全是没问题的 说你看七纪光的军队 七家军 七纪光可是治军有方 当时他把七家军调到北方的时候 那些士兵可是在大雨 庞陀当中听了训话 你这怎么解释 诶 请注意 当时七家军之所以愿意跟着七纪光 那是因为七纪光这个人肯为他们负责任 肯为他们去发军响 肯给他们争取更好的待遇 那么活着我有尊严 死了也能给家人一个好的交代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七纪光做到了对属下的责任 所以属下愿意跟着他 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 还是一句话 我说过很多很多回 你的权力跟责任应该是对等的 甚至我们由这个来引申一下 你的权力是哪来的 你的权力应该是由你的责任来的 对不对 你之所以展现了你的责任 你的能力之后 你才会对下属有权力 这种情况下 下属跟着你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那是七纪光 与众这种话 可是你看这位埃哈麦多夫也好 包括让领导先走也好 那些领导们是没有展示出任何的responsibility 没有展示出任何的这种责任感 这种能力的情况下 就是自顾自的在耍官威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权责不匹配 你看很多很多东西的底层逻辑就那么几个 我都反反复复的讲 其中权责不匹配 是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乱象的来源 我不敢说全部 但是是很多很多 你看他负了什么责任 他展示了什么能力 没有 但是他想让底下人扶他 于是就只能耍官威了 那这一幕我们很熟悉的 我们就不说庙堂之上的那些人 你看 你们听说过这句话没有 当一个公司开始抓考型 开始抓一些细枝末节的纪律的时候 这个公司就要快完蛋了 因为这个领导没有办法去展示他的这种对下属的责任 没有办法展示他的能力 只能耍官威逼迫大家去听他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权力其实是有问题的 看到没有 那么俄罗斯他这个将领里面权力来源有问题的 你告诉我有多少 对不对 还卖多数 难道不是当中的一位吗 你看看他现在这个过去仗打成这个样子啊 现在他有何能力去服众 有人说还直接跟日本的南云中医啊 差不多 我告诉你南云中医人家是偷袭过珍州港的 人家是横扫过印度洋的 在中途岛 他是为大家背锅的 后来在南太平洋 跟美国人打的也有来有回 而你看这位艾哈迈多夫 他有何德何能跟南云中医比 甚至都不如谋天口连夜 这样的人啊 他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右边的这些东西 只能去展示左边的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啊 这件事情可以从很多角度说 你可以说俄国的占地信息泄密 无线电这个泄密 你更可以说 全则不对等 全则不匹配 造就的好大官威 造就的形式主义 波江金村也好 包括这个让领导先走也好 那么这个海老师点名新兵也好 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 这种事情最后来买单的 都是无辜的众人啊 让领导先走 买单的不是孩子吗 那这个让这个新兵 再干等两个小时 等来海老师的买单呢 难道不是那些兵吗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就是历史的一出悲剧 只要这个节子够不改啊 那么还会有更多无辜的人 为他买单 不过你说俄国的这些士兵 完全无辜吧 那就不见得了 行 我们今儿这个话题啊 就聊这么多啊 谢谢大家 欢迎你啊 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